再来分享一下如何解决这个碗莲不开花的问题 碗莲不开花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光照不足 这个碗莲是非常喜光的一个植物 如果光照不足的话 它可能只会长也不开花 如果光照充足的话 它就会开完一朵又开一朵 像我的这一盘 这一朵的话已经是第五朵了 第六朵的花苞也已经长出来了 那如果你的碗莲光照充足的情况下 还不开花的话 那么可能就是第二个原因就是缺肥 像我的这一盘 我在上盘的时候就给它加了这个 醋花缓湿长效肥 然后我用的又是这个核糖泥 核糖泥的话它是有一定营养的 如果你上盘的时候没有加底肥 它缺肥的话 那么现在还有补救的机会 就是给它施这个磷酸氢钾 那要怎么施呢 就先把这个磷酸氢钾 给它兑水稀释2000倍 然后再把这个碗莲盆里面的水 倒掉一半 再加入稀释好的这个磷酸氢钾农液 就可以